就是因为太多的人在现实当中 找不到适合自己能做的工作 找不到自己能收获的 收益的这么样一个项目 那么很多人他不是没有本钱 而是他的本钱在过去很多年 投资已经失败 没有本钱了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甚至是老年人 进军这个自媒体 所以说将来的这个 发展 确实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包括我们现在中年人也好 年轻人也好 挣钱非常非常非常的难 但是又很奇怪 消费不知不觉的 又非常非常非常的容易 你想不消费都很难 那么不知道现在除了呼吸 不要钱以外 还有什么东西不要钱 包括现在很多人睡觉都要靠安眠药 对吧 吃穿住行哪有不需要用钱的 我知道的目前就是呼吸不要钱 嗯 就是呼吸不要钱了 那么所以说 今年二零二十四年 刚过一年 很多人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还有工作的 就不要轻易的去辞职 还能有赚钱项目的 就不要轻易的放弃 那其实你们看到的 其实背后还有更多更多的人 到现在还没有离开家 还没有离开自己的城市 还没有找到自己适合的工作 还没有找到自己生存的 这个收入 而这些人 要比你出去工作的人 要多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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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 包括现在的 看到了一个消息 去年一千四百万大学生 仍然现在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工作 什么意思 就是包括 连送外卖的工作 他都没有找到 现在送外卖 跟以前也不一样 他也需要考核 甚至很多还需要押金 需要工作经验 需要每天干满多少个时长 要求越来越高 珍惜当下